李奇蒙小鎮必吃的 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小鴨鴨過來了 然後搭配小朋友 哇 這什麼畫面啊 哇 你看 在18世紀前這邊是個監獄欸 現在只有6度 冷嗎 看起來 都吃大便喔 我不知道欸 耶 防護措施很難保 真的 東西掉下去就沒了各位 喔 撈開瓶了 欸 這隻好可愛 這隻 哇 超可怕 炸雞了 鏡頭整個壞掉了 好吃喔 好吃吃看 五花果的 五花果的喔 欸 特別 有果肉欸 果肉 我們昨天在Course買的 特價的 三明治 這是今天過期嗎 可能今天或明天就過去了 我們今天就去 那個李奇蒙橋 然後再去 亞瑟港監獄 然後還有去他們想要去的那個蜂蜜蛋港店 然後今天的體感溫度 比較低 今天最高幾度 9度而已 白天喔 最高9度 超冷的 對吧 可是今天天氣感覺還不錯 出太陽 也有太陽 嗯 希望今天天氣又維持這樣 好 一看 再去 快點 飛車 輕人 咖啡 啊 快點 趕快一點 很脾氣 趕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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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樂 趕快一點 趕快一點 方向 go go 很漂亮 完全不一樣的vibe 太冷了是不是 直接在那邊買起毛毛 他有點小欸 你又覺得嗎 哇 這個很可愛 有一個木桃鉗 胡桃鉗抱歉 前面這個是Bitchmont最有名的honey cake 好現在吃紅蘿蔔蛋糕 沒有紅蘿蔔的味 有吃到 有吃到 要到了 不喜歡吃甜的 可以點紅蘿蔔蛋糕 下一次蜂蜜蛋糕 李奇蒙小鎮必吃的 欸很好吃欸 它很有層次感 然後中間這個cream 然後搭配中間的蛋糕 超好吃 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 哇走出來遇到校外教學 超Q的 走走走走走 我們小時候拉小手 我們剛剛在一個小店 Lavender的小店 買一個薰衣草冰 因為薰衣草也在Tasmania 也是他們的特色 但季節是12月到1月 欸真的有薰衣草的味道 香香 嗯體驗看看 第一次吃薰衣草冰淇淋 OK OMG你看 小鴨鴨過來了 然後搭配小朋友 哇這什麼畫面啊 好可愛 我們剛剛又發現了 Richmond Bridge另外一側 就是這側 拍照的話 這邊拍比較美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Richmond Bridge 就是它是1823年就蓋好的 石頭拱橋 這個Richmond Bridge之前是 警察他們運送犯人 到Richmond監獄的一個 重要軍事總地 車子可能要停在門口 做檢查 然後才能再前往Prison OK那我們現在也準備要 前往亞瑟港 我們要去那邊的大監獄 OK see you guys later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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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大家 我們到了亞瑟港 OK 所以我們剛從那個門口進來 就是售票處 他這邊的票價是成人47塊 然後如果你有學生證就是38塊 那我們現在就是經過了紀念品店還有咖啡廳 然後往外走 慢慢走到亞瑟港那邊 OK 出示這個藍色手環 然後就可以出來了 我們進來了 各位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1967年都要Present 就是這樣 然後之前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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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初始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已經變這個樣子了 殘破不堪 給你們看一下 這每一間每一間的都是監獄 他只是殘破不堪了 裡面有台子 然後一個人的空間就這麼大 超小 對 然後他這邊可以報名導覽團 那導覽團他就分時段 然後或者是你不用參加導覽團 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自己explore他說的 哇 我們真的到至高點了 超美的 欸 其實 如果被關在這邊也是一種享受啊 犯人都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對啦 犯人看不到 哇 你看 在18世紀前這邊是個監獄耶 OK 我們已經差不多爬到亞瑟港的最上方了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個 算是堡壘吧 那是給那個snipper 他們如果有犯人要逃跑的時候 就上面狙擊 大概跟你們說一下 亞瑟港的歷史就是 18世紀初的時候 他主要是伐木場 後來1833年 那個時候英國殖民澳洲 所以英國他們就主要把一些犯人 流放到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他們要流放到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 他這個算是一個甲灣地形 所以 三面還海 犯人比較難逃出去 海附近什麼都是鯊魚 超多鯊魚 出去就被咬死 陸地的那個地方 就是 第四面嘛 比較窄的一個地形 所以那邊比較好防菌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如果拿到那個撲克牌 你們就可以來這個 Paul Arthur Gallery 看一下每個犯人的犯罪事蹟 我們今天拿到的是方塊5 我們來找一下這個犯人 方塊5在這 OK 這個人叫John Janus 然後他之前是一個做農業的 為什麼他會被關進監獄 他偷了一件T-shirt Transportation for life 終身監禁 Oh my god 找到了 偷了兩雙拖鞋 也是終身監禁 所以以前的人真的不能犯罪欸 隨便一個清罪就要被關到死欸 天啊 Hello guys 今天亞瑟港的行程差不多告一段落囉 現在大概是三四年的時間 我個人覺得門票可能有一點貴 四十七塊 因為之前去 Melbourne 沒有參觀 Melbourne 的監獄 所以來 Tasmania 參觀一下監獄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一路往北開 開到大概 Rose 小鎮那附近 扎營 然後繼續明天的行程 See you guys later OK 各位 我們到了 Rose 小鎮 現在只有六度 然後現在七點半 這個天色 然後我們每次到新的營地 我們都會趕快先查點 All good 有電了 太棒了 太棒了 這個廚房 沒有瓦斯爐 這麼廚房 這個根本就不叫廚房 我們就只能 在這邊備聊 然後回車上煮了 然後回車上煮了 這個廚房 沒有瓦斯爐 太棒了 這個廚房 好 現在準備 八鯊魚 手快要動漿了 現在超冷 然後這個魚都是動的 八鯊魚都吃死 都什麼 都吃死 都吃大便喔 對 假的 我不知道欸 可是為什麼那麼好吃 好 因為我們剛剛那邊沒有 瓦斯爐 所以 我們把 食材都拿回來這邊煮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用 這邊的瓦斯爐 盡量能不用就不用 不然這邊整個 摩托烘都會有味道 今天的晚餐 完成 今天是第五天在 Tasmania 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個 Rose小鎮 我真的覺得 Rose小鎮很像 急凍小鎮 超級冷 這邊是住的一個 Rose公主 然後那個公主是 急凍公主 就是你 Rose公主在那裡 難怪那麼冷 你給我下車 現在幾度啊 五度嗎 反正就是十度以下 然後 八度 八度 我們現在是八度 各位看一下我的褲子 愛帥的男生不怕冷 好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 嗯 這裡 這裡 我們就把那個 水裝滿 補充完之後 我們就會 到旁邊 很特別 這一個camping site 就在 Rose小鎮裡面 所以我拿來會到 小鎮上面逛一下 然後到 奇奇的 那個 宮崎駿的那個 那個 參觀一下 好 好 大家 我們已經來到 到入小鎮的Rose Village Bakery 這一間麵包店就是傳聞的魔女宅集片 宮崎駿作品裡面的那個 琪琪在工作的麵包店 但是很有趣的是麵包店的主人 他們自己也不確定說 這一家麵包店是不是是魔女宅集片裡面的那一家麵包店 因為宮崎駿他也沒有跟大家說這間就是 但是大家傳聞就是這樣 好然後我們剛剛這裡面點了一個熱可可 還有香草蛋糕和一個干貝派 那我們大家吃吃看 I found you Cause every time I see your love goes right Like dayti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t seems as if my mind stopped wandering round and round Oh since I found I found you Hey guys 剛剛在Rose小鎮太冷了 買了一條圍巾 我們差不多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來到了塔州第二大城 Launceston 這個城市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澳洲的歷史第三悠久大城市 第一個就是西尼 再來就是Hobar 然後再來就是Launceston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城市都坐落在塔州 這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是Riverside City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擁有水力發電的城市 超特別 我們現在就在等五點四十幾分 我們要在Launceston 一間很有名的牛排館 我們要去吃吃看 我們在採買明天的晚餐 買了這一個起司塊 配我們今天在Rose小鎮的麵包 當早餐 沒了 I'm getting lonely by the day and days are passing faster ever since you've gone away I miss you mostly all the ti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肉本身好吃 但是他表皮烤得太焦了 所以吃起來會有焦味 太重了 有點可惜 我沒有到很喜歡 Sherry說有另外一間樂牌店比這間好吃 叫做herrican's girl 在那個 Gold Coast 在Sherry Paradise Hey guys 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塔州八天七夜的第六天 今天我們要去玩森林的空中藍神 然後走一些森林步道 還有去一個瑞斯村 就兩個行程沒有很緊湊 大家給你們看一下這是我們今天 就是昨天啦 昨天入住的camping site 這個camping site叫做Discovery Park 他們是連鎖的 在澳洲蠻有名的 它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 它有這種小木屋 在澳洲打工度假 我們做葡萄草莓 然後一季一季的 可能到了一個地方 沒有地方住 有可能那邊的老闆或是工頭 就是會住這個給員工住 然後可能也是每週繳多少錢 就可以常住在這邊 可能三個月或是半年等等 但是我們到另外一頭這邊看 這邊就是有那個 Caravan 還有 Motorhome 這個也是可以讓我們短住在這邊 就跟我們一樣 我們就待一晚就走了 然後這個營區也是我們覺得 這六天目前為止 住下來最舒服的營區 其實要怎麼認定一個 營區是不是最舒服 就是它的衛浴設備啦 我們昨天一進去那個看的廁所 還有它的浴室就覺得哇 真的很讚 然後在洗澡的過程也真的很棒 它熱水是非常充足 就是可以燙死你的那一種 然後也很乾淨 嗯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吃完早餐 就要準備前往今天的行程 OK 沒錯 那台就是我們的車 中間的喔 不只左邊那一台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我們從剛剛那個營區開過來 只要15分鐘不到 超近的 我們要排隊買票 喔 這是全世界最長的 Cherry Leaf Span 總長457公尺 那就是那個小的走路 走到這邊 走到這邊 真的非常好 嘿嘿 然後你只要回家 好嗎 OK 後來剛才是我們剛買完票 然後這個空中攬車的票啊 一個成人15塊 然後來回的話是20塊 然後我們剛以為 過去和回來的那個景色啊 路徑都是一樣 然後剛剛那個售票的大姐跟我們說 不一樣 回來的景色也很美 stunning 所以我們就買了來回 然後一個人20塊 然後我們準備 要上車了 拜拜 拜拜 我們上來了 胖胖 耶 你要小心欸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好 一剛開始比較晃 對 而且他 他就 就是很擔保耶 他的那個 防護坐姿很擔保 真的 東西掉下去就沒了各位 對 大家看得到嗎 你看JVM貿易商已經在前面了 我們現在從空中攬車下來之後就開始走這個森林步道 旁邊都是岩石還有河川 大概是這樣子的景色 大概是這樣子的景色 這才是真實的畫面啊各位 那條他在看板上就寫Easy啊 那這條他有寫Deep Code嗎 Deep Code 好累 各位 要不要走回去 這條應該是在小店 你看連那個老爺爺老奶奶也走這個 我們真的不能 我們不能抱怨 我們 我們繞了整座山 然後終於繞下來 我們剛才走到一個Zizac步道 它上面寫Difficult For Hikers 我們沒有看到For Hikers 我們就走 你看到剛剛那個片段 走到真的快往生 然後大家該拖的就拖了 來做個Summarize好了 就是如果你們來這個國家公園 只是純粹觀賞風景的話 那其實我建議你們可以買這個 Cross and Back的套票 20塊 就是直接坐過去 然後再坐回去 如果你們是想要進入深山裡面 爬山 不行的話 建議你們就是可以賣Cross就好 Cross就是15塊 對 就是看你們 Depends on you 這邊大概就是這樣囉 有孔雀 孔雀 各位 喔 要開屏了 各位 開起來 開起來 開起來啊 開起來 沒有假動作 假動作 各位我們現在是回去的路上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來這個 Gorge Scenic Gorge Scenic Gorge Scenic Chair Lift Habang你覺得這個Gorge Scenic Habang你覺得這個Chair Lift好玩嗎 還不錯啊 我覺得帶了冷車很漂亮 但是我不喜歡走不到 累了 走不到比較累 可以走比較頻緩的 嗯 但是我覺得這行程還不錯啦 坐冷車的部分 那我們晚一點要去瑞士村 然後就差不多結束今天的行程 OK 大家 我們大概開了十多分鐘 我們就來到瑞士小鎮 然後我們一進來就先來 瑞士小鎮裡面的一間Bristol 吃入餐 太餓了 剛爬山爬到不要不要的 真的每個人都餓了 所以我們點了一些食物 有披薩 然後還有洋蔥泉 好 大家 現在又開始冷了 這個瑞士小鎮真的很小 如果沒有來的話行程上安排可以排個 很吃飯可能就是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最多 對 那如果沒有要吃飯一個小時 就差不多逛完了 可以逛的那個商店也很少 就是兩間而已 然後咖啡廳三間 一間餐廳 嗯 這差不多就是今天的行程囉 今天是我們在塔州八天七夜的第七天早上 哇 終於來到第七天欸 這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第七天的錄影地點 今天的行程原本是安排要到 Cardum Mountain 搖籃山 就是來塔斯美尼亞Bitch的一個國家公園 那很不幸的 我們天氣在今天非常不好 都是雲然後都是霧 上去之後肯定是看不到搖籃山的美景 那我們之後又決定說 折返南下到一個蜂蜜工廠 之後再開到Hobba附近的Mount Wellington 也是國家公園 就只能這樣了 沒關係就抱著遺憾 說不定我們之後還會再來塔斯美尼亞旅遊 嗯 OK 那我們先去吃早餐 -春秋華 -秋風 -秋风 -秋風 -秋風 各位 塔斯瑪尼亞的第七天 炸雞了 我剛剛原本想說拍一個畫面 是可以跟車交會的那畫面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上面的電線 直接開support模式 直接往前衝 直接嘎到電線 鏡頭整個壞掉了 它這邊分離 然後它下面這一支 也斷掉了 對於固執 好險我們前面幾天還有拍到一些畫面 然後機卡 又拿回來 還有一些 影片可以 可以 分享給你們看 接下來可能就沒辦法了 好險我有保全線 不然 這電池要拿出來 整個進水 掉下去 掉到水裡面 前面剛好有一個池塘 就掉到食堂的旁邊 沒有整個 我不知道這個電池還可不可以用 如果可以用 當然是最好 出選費要多少 出選費100出吧 我記得是 100出是要拿機子 機子要拿回去給它 如果是機子找不回來的話 出選費好像就要300還500塊 好我們跟小寶說再見 I.P I.P 小寶們 很恐怖 謝謝小寶 謝謝小寶 夭折 他來了 媽 媽 媽 好可愛喔 哈囉 媽 你過來幹嘛 媽 這邊很可愛 但是很臭 欸這隻好可愛 這隻 哥哥摸摸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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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乖喔 欸 他可以試吃耶 我們試試看 好 先拿一個 stick 嚐一下 wildflower 看看 你看 好好吃喔 然後後面有其他口味 然後顏色也都不一樣 你看 哇哦 很浮誇 很浮誇 哪一個好吃 巧克力是不是 都好吃 都好吃 然後我們買了一樣一個咖啡的 然後跟一個 latherwood latherwood我們剛剛試吃它的蜂蜜很好吃 好吃嗎 試試看 latherwood 嗯 還不錯 它裡面都有加一點蜂蜜在裡面 它這邊有很多口味 正常大眾的口味 在冰淇淋店的口味都有 然後裡面 還有額外加蜂蜜 所以每一個都很甜 好吃 我們現在在Chotley小鎮 然後這個小鎮 他們的蜂蜜很著名 那現在在我身後的這家店啊 它的名字叫Molyton Honey Farm 那你們來的話也可以進去逛逛 裡面應有盡有 用什麼 hand and body cream 然後lotion 還有一些護唇膏啊 然後蜂蜜的 跟蜂蜜有關的周邊產品 這家店裡面全部都有 然後我們剛剛也是買了它的 Wildflower的蜂蜜 那是我們覺得最好吃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叫做latherwood 那個也很好吃 OK那我們這邊差不多要結束了 就等那個Jerry尬完賽 我們就要一路殺回後把 去Mult Wellington 哇 哇 看不到路耶 超可怕 煙霧瀰漫 哇 越來越霧耶 真的 外面八度 哇 前面都看不到 哇 真的看不到 嗯 哇 好棒喔 在那裡 該怎麼挑戰 phant 為了 ya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塔州的最後一天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吃塔州的一間很有名的海鮮餐廳 今天也不會有什麼行程 因為我們要回坤州了 不想面對現實 不想回去上班 不想回去讀英文 大家都不想回去塔州 大家都不想回去坤州 我們已經到了剛剛跟大家講的海鮮餐廳 這家餐廳叫巴里拉貝 然後它這邊的營業時間雖然是寫9點 但是我們剛進去的時候它只有賣新鮮的 生的海鮮 如果你們是要吃他們煮過的炸的Oyster 或者是烤的那些 或者是海鮮燉飯 就要等到11點 對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吧 吃吃看這一家的生蠔 我可以把它攪到就咀嚼到一半 可不可以把它全部攪爛再吞下去 全部攪爛會有另外一個味道跑出來 什麼味道 海味 海味 更海的味道 稍微時間 欸 怎麼這樣啊 你看前面的這麼大隻 前面的這麼大隻欸 然後後面的來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藏這個小的 對比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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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加油站 把最後的油箱加滿 然後加完之後歸還給租車公司 如果有在澳洲租車的話 最後旅程要還車的時候 都要記得把油加滿 CDS1 CDS2 CDS2 CDS 2 CDS3 CDS3 CDS2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厚巴機場準備要回昆州了 在回去之前我有訪問我們這趟旅途的其他三個夥伴 他們對塔斯曼尼亞的看法還有想法 跟你大家做分享囉 我覺得天氣不錯沒有太熱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 第一個就是海鮮好吃 第三個就是我覺得它這邊的建築物都蠻有歷史感 蠻好拍照的 歷史保存得很好 然後自然景觀很漂亮 因為人很少 所以工業建設什麼都沒有破壞整個大自然 天氣很冷 牛跟羊很多 建築很漂亮 三這樣的東西形容塔斯曼尼亞會說 山羊冷 第一個就是山 因為真的是我們去到每個景點幾乎都是被山環繞 然後羊就是羊真的很多 難怪有小紐西蘭之稱 那第三個就是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高雄人 老實說真的覺得很冷 那可能也是我帶的那個衣物不夠保暖 第一個應該是一開始去那個 永貫 因為我覺得那邊 確實蠻漂亮的 然後 第二個應該就是 因為那邊可以看到極光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太早睡了 我覺得那邊的look out很大 就是整個天空很漂亮 我覺得有機會應該還是會想要再看到極光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那個 Paul Arthur 監獄 19世紀的監獄 我最喜歡的景點是 有兩個 第一個是那個Mona的美術館 第二個是 封閉蛋糕的那個小鎮 很好拍照 我應該最喜歡 我覺得它很特別 就是那個the neck lookout 那個很漂亮 我們露營車開過去的那個畫面 我很喜歡 還有一個也蠻喜歡 就是Rose小鎮 韓濱小鎮 對那個小鎮很熱 但是我覺得很漂亮 很有一個 他們小鎮自己的一個味道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雲車 因為我們租Moto Home 它其實有點高 有點晃 我跟Lin都坐後面 所以真的是蠻暈的 就有點不想要再回車上 會有點逃避 回車上 我覺得還蠻符合的 其實 Brisbane對我來說已經算是就是 生活步調慢 但是我覺得來這邊就是更放鬆 其實每個景點每個景點這樣走這樣走 其實開很遠的路我也覺得也還好 因為風景也很漂亮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抱太大的期待來 因為我覺得期待越高會有失落 但是整趟旅程非常舒服 因為我們就是走走停停非常的自由 想飛空拍我們就停路邊 想幹嘛我們就停下來 路邊看到羊牛我們就停下來拍照 非常的free 我覺得塔斯蠻值得來玩看看的 可能是因為在布里斯本來太久了 突然覺得這邊很多景點可以玩 每個小鎮都有每個小鎮 不一樣的特色 我覺得這趟旅程 我想告訴大家就是 計畫感不上變化 我們又沒有安排去九杯玩 那也是因為太遠沒有去 然後那個搖籃山天氣不好沒有去成 所以大家在行程安排上 我覺得可以保留一些時間 不要排得太緊湊 那塔斯蠻尼亞哥的感覺就是 步調又更慢了 比較冷 然後自然景觀比較多 然後它的建築也是比較多 就是古色古香的建築 那也確實啊 因為Hobar跟那個Lunceston 確實就是澳洲的 第二和第三古老的城市 所以確實有一個 古老城市古老州的感覺 Alright 大家所以這差不多就是 這塔斯蠻尼亞八天七夜的Vlog 下集 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次我在塔斯蠻尼亞的公路旅行 我也很感謝自己啊 有紀錄完這八天的Vlog 對 我做到了 我知道可能影片當中有拍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有空拍機 墜機 壞掉 我都覺得沒關係 因為這都是很珍貴很美好的回憶 對我來說 那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Vlog 一定要幫我按讚 然後留言跟我分享你對我Vlog的看法 那期望我之後會有更多的公路旅行 或者是去其他國家的Vlog影片 Alright I'm Wei I'll catch you in the next one Cheers